長期久坐以外 會造成這個背部的問題 下背痛種類它是看 如果是照原因來分的話 很多是在脊椎旁邊的脊椎韌膽 那是最多 那再來有其他的原因 可能是 眼睛大的關節炎 眼睛很輕的 最前排也會出問題 那再來就是有時候 部分脊椎會很滑脫 那這些問題都跟退化息息相關 實際的久坐這個背痛 造成的不舒服 很多長期久坐以外 那個引擎的震動 這個也會造成肺部的問題 那另外像我們這些 宅急院的兄弟們 他是有時候搬東西 就是一下就彎下去搬 這是很要不得的 肺部的受力 會造成肌肉拉傷扭傷 這個是蠻常見的 那這樣做幫工作會不會 也會 因為常常久坐姿勢不良 造成肌肉的這個不平衡 這肌肉的這個張力不平衡 下面都是很痛的 很不舒服的 那一痛起來的話 那個這個工作都沒辦法做 還甚至還要休假 休息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獲得環節 還在吃藥 還有些部分要注意 可能是感染 脊椎發炎 脊椎粉底味 就是細菌腥感 在臨床上我們碰到蠻多 譬如說有一些癌症的病人 有時候會到脊椎來 所以我們醫生的責任 就是要把這些的問題 先找出來 排除掉 才能夠給下部同一個好的治療 譬如說沒有什麼很明顯的 最先排的因素 也沒有很明顯的滑脫 完全是因為年齡造成的骨關節炎 或者是肌肉拉傷等等 我們會給他接一些 就是背部的胃角 不要彎腰 我常常在門診 就跟別人講 不能彎90度 不能彎45度 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如果是急性 會叫稍微冰敷 比較慢性 可以稍微溫水熱敷 這個也是改善血液循環的一個方法 那再來就是藥物的治療 也是蠻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會把 一些病人轉給部件 或者這個大夫去做一些復健 那這個方法也是為了 也是為了改善循環 然後訓練一些正確的姿勢 或者是訓練核心肌肉群 我們脊椎膀沒有很多肌肉 有些核心肌肉群 比如說皮拉提斯 那如果是椎肩盤 我要看到椎肩盤的嚴重度 要做CT或是MRI 這個來判斷 那看到症狀是不是 一般來說治療三個月半年沒有好 我們就可能考慮要開刀 背痛我們建議 如果一般小的背痛 一般三五天就會好 如果你的背痛超過兩個禮拜 以上就可能最好是救護 就很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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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